大家好 我是游少璇老師 國高中一個課綱多個版本到底該如何讀呢 國中各課有三本 高中各課有七本 考試範圍包含全部 而學校老師只會教授一個版本 所以學生必須要透過紮穩基礎來提升自己的能力 該如何紮穩基礎 學生從小要培養自律的學習習慣 練習建立自己的讀書計畫 讓自己可以經讀課本也有足夠的時間 練習不同的版本的習題 學習的同時也要善用各種工具 如筆記 心智圖等來加深自己的記憶 到了國小高年級更要專注於補弱增強 平時運用空閒的時間去勤作筆記 多做不同版本的習題 透過不斷練習打好自己的基本功 因此也不必對升學後考試考多個版本而感到過度擔憂 只要紮穩基礎 一步一腳印的準備 就能面對學習上的種種挑戰 達到良好的學習成效喔 我是游超學老師 一綱多本各位了解了嗎 我們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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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次見